很難去阻止一些建議, 只可以根據有一法大規模法的說法, 根據他們的說法, 不可以太盡情地說, 另外聽到你剛才有些建議, 都是根據習近平的說話, 或是國塵的說法, 是否代表日後這些建議, 只可以跟著中央的方向提出, 可以提出一些會土優先的意見? 我想我們整個施政報告的建議, 當然這是一個重點的建議, 因為以往我們有一些很長的例如, 好像wish list這樣的東西, 當然我們覺得這個wish list的方式, 去跟大家開的招待會, 大家三個小時都未聽完, 好像都不太適合, 但我們整體而言, 我想過去這麼多年以來我們做的, 就是希望將香港人的聲音表達, 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意見, 跟將政府的國家政策吻合, 我們就照說, 我相信有一些跟國家政策, 是未必完全吻合的, 我們都會照說, 所以我想我們的重點就是, 究竟有哪些事情, 對於香港人來講, 對於香港市民來講是重要的, 對他們是有益處, 或者在我們眼中, 我們是會覺得, 對於香港的管治是最有幫助的, 我相信這些部分, 其實我們是會盡我們所能, 繼續去提出來, 究竟那些事情是會, 是不是會比較, 說得小心一點, 一定會小心一點, 我覺得在現在這個環境下, 你跟我說有任何人, 他完全不會介意出來, 不停什麼都說, 我都覺得, 應該機會都小一點, 但是, 小心得來, 我們仍然是要講香港人的想法, 和香港人的聲音, 我想這個是我們堅持的, 就是, 我們的痛可能, 未必是說得很厲害, 但是我們的內容, 我們講的話, 我們仍然是要, 跟香港市民貼得緊, 我們是要繼續跟香港市民, 保持著那種密切的關係, 因為我們是一個, 在香港立正的政黨, 我們仍然是, 很相信, 我們是可以代表到, 一部份是香港人, 而我們都希望, 繼續可以去代表他們, 去講一些, 他們所相信的事情, 是, 就知師傅, 有沒有告上, 有什麼想問, 新記錄, 創黨的會員, 李華明, 就提出過, 呼籲大家, 呼籲民主黨要參選, 還有, 就說不參選, 就應該要解散, 其實是一個, 對民主黨的威脅, 可能是威脅一些會員, 在AGN的時候, 要投贊成參選, 還有, 昨天農民端, 在明報也有講過, 如果民主黨不參選, 就是, 與基本法對抗, 甚至是違反國法, 其實你自己有怎樣看這個言論, 會否覺得這個言論, 成不成立, 我想, 一直以來, 我都非常尊重, 每位黨員他們的自由, 在黨未有任何決定之前, 我覺得每一個黨員都有權利, 去作出他們自己的一些說法, 當然, 我想李華明是一個比較知名的黨員, 亦曾經做法會員, 所以他們比較得到大家的關注, 但同一時間, 我覺得我仍然會相信, 在黨裏面, 大家會將它視為一個黨友的意見, 我們很多不同的黨友, 都在公開場合, 有講過很多不同的建議的時間, 你說明就是其中一個, 我就不會特別去覺得, 他這個說完之後, 是否這樣說, 就是一種威脅, 威嚇, 或者是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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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黨友去選, 我覺得, 我不會這樣去定義, 這些問題, 同一時間我們都會相信, 民主黨的成員, 我們自己, 在這麼多年的經驗裏面, 一些不同的黨友他們的想法意見, 或者一些特別是一些, 一些資歷比較深的黨友, 一些公開的想法意見都好, 會對我們的黨友, 可能是, 會說服到他們, 也都有一些, 其實過去的經驗, 不是说服不了 并且我们见到当大家已经经历了几个月的讨论 我们从3月开始 我都很清楚记得大家问我的时间 第一次问我何时会 我说我们应该最迟9月去做会员大会决定 那是3月 然后我们经历了半年的讨论 其实党内有很深刻的讨论 亦有很多次的大大小小的会议 当然我不能保证每一个党友都可以参与在其中 但是我相信那个讨论的内容 其实很多已经包含了论论 我想李永明也提到的一点 就是关于如果民主党不参选 就要解散这个问题 在过去的讨论里面 其实过去也已经不停会有这种讨论 所以对我们来说 就不是一些很新鲜的观点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党友 就会去衡量每一个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情景 它可能发生的可能性有多高等等 他们就会去做一些决定 而我自己是不相信这件事 就是民主党不参选的就要解散 正如刚才所说的 民主党参不参选都好 我们仍然是会继续 尽我们所能是继续去 讲香港人可以讲的话 即使我们现在没什么议席 即使例如我用自己来做例子 我在利东村我现在都没有议席 但是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到 利东大部分居民的想法 我也都相信如果我去讲一些意见 是关于这条村的话 我是会得到大部分居民的认同 所以我觉得那个重点就是 我们如何去继续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和认同 继续去代表到他们 而如果我们的说法 我们的做写方式 是继续得到市民的认同的话 我相信那个影响力是继续会存在的 但是当然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判断 可能Fred的判断和我是有些不同的 我只能够尊重他这个判断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党友自己 也都会有一些各自的自己的考虑想法 然后我们星期日就会去做一个决定 就是我们会如何去面对 未来的一次立法会选举 好问少许想问一下 现在收到的风声 会不会说党内是主选多还是主民选多 我不会公开去评估 但是回答你刚才第二个问题 我想不同的人对于民主党的关心意见 我们都收到的 但是我们只能够讲正我们尽我们所能 就是按着我们所理解的香港的法例 我们民主党的章责 去做一个合乎规矩 亦都令到所有党友他们的意见 是莫得尊重的这个决定 那陆文章先生他有他的一个评估 他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我过去其实都在一些记者里面 都呼吁过希望如果特区政府 你觉得那件事是犯法的 你早点通知我一声 我就不想做一些违法行为 那如果有些事是犯法的话 你就早点告诉我 那作为一个国安教育的一部分 我都是很愿意去听的 但是so far我都好像未听到 政府官员就着这一部分 是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回应 那就非常可惜 是 是 NRTV的想问一下 其实今早早都有规议宣试 你们都有访问 又是今早宣试 其实你们预计那个有效的机会 大不大呢 其实假设最终真的判定为无效的话 民主管又会有些什麽更新 我们在上次港岛区的宣试 那我们是有一个区议员 是被判定无效的 有两位就是被判定有效的 那被判定无效的区议员 其实我们会继续有一些 我们过去提供的一些支援 那来任的区议员的支援 我们是会继续提供到 都被判定无效的区议员 但是你说实际上有几多个 会是有效 有几多个会是无效 例如坐在我旁边 袁凯文 他究竟有没有效 我就没有这些能力去评估 因为实在那些标准 到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它是拿着什麽标准去做的时间 大家就只能看下今晚 他出的新闻稿里面 究竟有什麽人要去答问题 然后过两天又看下 究竟那些答问题的人 是否得到他们的信纳 我就很难去估计到 究竟我们在九龙区议员 或新界区议员 还有几多个会成立或不成立 有三个问题 首先想问 因为《老牌丁女》文章出来了 有些报道就说 会影响民主党的党员出席 星期日的科学会联大会 你怎样评估那天 副担文正来的党员的数不太多呢 第二就是你刚刚某时报道 如果有不同声音进入议会 其实对社会是好事的 但是接着看林郑今个星期议训会前 见记者说 民主派你参选 会怎样当选 你会怎样背景这一块的言论呢 最后想问 如果最后确定不参选 距离下一届立后的战略 还有四年 这四年的官聚期 民主党未来的路线是怎样的 第一点 我出席人数 我现在很难判断 当然我又不会觉得 特别关于农民那些闻事 在这个正式环境下 我听过两边都有 第一就是觉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 他一定要亲自附会 也有听过一些 就是说 好像都 如非必要 都不是很想自己来 我两边都有听过 所以 我就很难去估计 究竟未来的会员会出席人数 这个当然我其中一个 我自己都很好奇 会怎样出现的一个结果 我和大家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关于不选的话 那怎样去议会的问题呢 就是 当然我相信 在议会制度 或者选举制度 是容纳到不同的人 容纳到不同的声音进去 其实对社会 真是最健康的 我在过去的不同的场合 我由三月到现在 大家一直在问我 对于选举制度的意见 我一直都说 我觉得现在 新的选举制度 当然是对于国家安全 对于外国者治港 是一个非常大的 掌足的前跳 但对于一般人去参与选举 困难的程度是高了 我都不特别说什么政党 如果他有个普通市民 他要去参与选举的话 其实他都不知 可以怎样去扣门 他都不知去找什么人去提名 极端些的例子 何者 过去他都经常参与选举 但这次他都搞不定 我觉得这些客观地 可以见到 就是一般而言 大家参与的空间 或者他参与的难度 是大了 所以我觉得 那个问题 我觉得林郑月娥 他是应该去 作为政府 特别是 他是受人工的 他是特首 他更加应该要想想 究竟在一个 又保障到国家安全的情况下 究竟他怎样去令到市民 容易参与呢 例如另外一个和者 他很想参与 他支持林郑月娥的话 我不知道他现在立场是怎样 他都参与不了 那怎样去帮助 或者怎样去令到这些人 他有空间去参与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作为特首 就应该自己去回答 这个问题 才不是去问其他人 为什么不参加 最后 我想 正如我过去一路说 我认为参选与不参选都好 未来四年其实都会很困难的 我觉得就算我们有意识都好 其实我不会见到我们 突然间就会整件事就容易了 所以我想 我想我一路的态度都是 无论如何 我们一些地区工作 我们一些对于政策的倡议 我们都会继续去进行 无论有意识也好 没有意识都好 我们都是会继续做 正等于我们很多前区员的同事 他们就算现在没有意识都好 继续在区里面服务居民 有一些commitment 我们是向市民做出的commitment 我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所以我想对我们来说 那个决定和我们未来四年 那个路向我会说是有影响 但是总的而言 那个路向其实都没什么转变 就是我们继续在社区里面扎根 继续去将一些我们支持者的声音 继续去表达 那究竟我们还有多少空间 我们还有多少的能量 其实我觉得这个 除了说我们有没有议席之外 另一件事就是 究竟我们在市民之间 还有没有支持 究竟这些市民对我们的意见是怎样 其实都同样地会影响到 我们的政治能量 我们那个 对于政策倡议的一些不同的 对于香港未来的想法等等等等 其实全部都会有影响 所以我就不会把那时候 是一个唯一的指标 是一个唯一的指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